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科学》杂刊 1969年5月,阿波罗10号为期8天的登月任务拉开序幕 在与母舰分离后,月球模块绕月球表面13公里轨道飞行 准备绘制下一个阿波罗任务的着陆区域 但命令模块的应答器失败,这项任务处于危险之中 宇航员们尝试手动操控,但没有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,登月舱飞行员尤金·塞尔南 在镜头中捕捉到了一个神秘物体 当时它的飞船漂浮在指挥舱上方 神秘物体在指挥舱下方 它看起来就像是另一艘飞船 美国宇航局称呼它为月歌 月歌出现不久后,就消失了 紧接着,登月舱上的情况就改善了 雷达系统开始工作,与航员开始获取数据 并从任务控制中心,获得了进入月球表面的授权 一直到任务结束,再没有出现其他任何意外 有人猜测,阿波罗的系统被人为干扰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是干扰 而是友好的外星人,正在以某种方式修复应答器 不管是哪种猜测,这些月歌的动机很难搞清楚 但美国宇航局根本不支持有外星人干扰了阿波罗10号这个说法 据报道,在阿波罗的两次任务中发现了6只月歌 如果都是外星人,他们出现的频率也太高了 1970年,美国宇航局专门发布了一份关于外星人的报告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,月歌实际上是太空垃圾 迄今为止,美国航天局还没有发现月球上有生命的迹象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